早安 早安 全球懷孕 全球懷孕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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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不見到我的頭巾有鼻涼針在那裡 有鼻涼針在那裡 你蹲下你的頭就看到其實是一個塔 謝謝King Sir帶我們這個尼泊爾 這個地方也有去過的 但拍照真的漂亮很多 我只可以這樣說 不知道你們還恨不恨去旅行 我喜歡旅行 我覺得旅行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我以前是很討厭去旅行 這兩年呢 會不會突然很想 為什麼說以前呢 因為以前我們經常都要四天去飛 很怕旅行 超零 六零 七零 七零 很辛苦 我覺得 很怕的 那些是工作 不是旅行 那些不算是旅行 其實你都會覺得辛苦 每一次一飛的時候 因為我經常要飛 那就很怕 我想問一件事 你們看真點呢 我們一邊是看真點 一邊是城市追擊 你們有沒有擺一個行李在電視台上 我不用 你們不用 因為我住得很近 我住在九層城 是 是 是 我公司是廣播那裡 是 其實我是很方便的 九層城以前還是其他機場 是 很方便的 有什麼飛都第一時間找我 因為我執行李 近 走到對面 是 是 是 很快 你知道我們以前的秘密給大家聽 我們有幾個男生 是有個行李在電視台的 就是長期撿著擺在那裡 就是牙膏牙刷擺在那裡 總而言之你的隨身物品 還有你們那時候 你們的護照是否在監製裡 是嗎 我們有幾個是要整天 譬如有特發的外景 特發外景的意思是你要出埠 第一就是他會告訴你 他確診了你的TV的表 譬如簡單一點 台灣地震或者什麼事 他第一時間就是編了你們 他們收到的電話 其實你已經是搭車去機場 不能選擇 不能選擇的 不能選擇的 你不能說我不去這樣不行 沒有 當然沒有 這樣嗎 這樣就問你 你不去你就以後 我自己選擇的 我就說看真點好一點 我們不能選擇的 我們可以選擇的 智叔都是這樣的 我們有個行李在那裡 是啊 那passport在他那裡 他就隨時有 出機票 需要拿Visa 出機票就是那樣的 他就通常在電視台 我想他們都是的 看真點都是的 那些導演就是撿機 撿一些機 接著就在電視台出發 出發 那他就幫你照你的行李 還有照你的passport 因為幫你出了機票 去到機場 就在機場幾多閘口等 那就已經上機了 哦 還有他們現在這樣 那些passport 回鄉卡 那些不會有過期的 因為有一個AA幫你檢查 是啊 是啊 你差不多要到期了 你要去續期了 是啊 但我上機要六個月的 比如某些這樣 比如我這樣 我有美國Visa 或者那些 第一時間是哪裏 美國 你就說 CO 他們有了我們所有的Visa 有你的資料 資料 所有的 所以他們 我們什麼都不用帶的了 人去到機場 然後就上機 才知道自己去哪裏 才知道自己去哪裏 哈哈哈哈 就是資料等 去哪裏 我ok的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 才知道自己去哪裏 那時候呢 因為我們都幾甘 有些去 比如說好像我們曾經有個同事 是故意要上去貨輪那裏 出去釣魚台 是是是 還有陳旭祥 是是 這些真是很甘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大哥 你在大學公開那裏 是啊 很甘的 是啊 我聽到同事說 他在那個局裡面睡 周圍是嘔吐物 是啊 狼得厲害 在那裏咬 其實是很恐怖的 那時候我記得 說去釣魚台 不是 說去台灣 講到明有魚鎮的了 是 然後後來 有一些不生性的主持 就說 跟那個AA說 然後AA打給我 喂 主播 接下來去釣魚台 不是 去台灣 有魚鎮的 就是這樣 聽說你很想去 哪有人告訴他 我很想去 因為有些很衰的主持 只不過很想去 找他去 一定是這樣 很衰 然後我沒有告訴他 我想去 然後他說 現在被你選 說明有魚鎮當然不去 傻的 你們真的有選的嗎 有啊 我們沒有 OK 很衰 是 你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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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輪的 哦 我們就是輪的 就是男生就要輪 譬如今次是智叔 下次是司號 下次是誰 輪 就是輪 譬如今次一出出兩個 就輪 跳隔了兩個 就下一個 下一個旅程就是這些人 那你說 男生又選擇女生呢 他們又這樣的 他們又公道一些的 就是 始終女生 你未必 那些地方又危險 哦 又可能 就是又要去 公共浴室 洗澡 是啊 因為你始終是一些 就是不方便 不方便 那你又 譬如說好像我去過沙漠 那樣 一百天沒有糧洗澡 是的 所以 你又不明白的 因為 你如果所有的 譬如發生什麼大的災難 所有的事情 你如果女生 是沒有男生那麼方便的 那你又要走爛 因為男生可以 就是隨便在水口沖了涼 那已經 但是女生不可以 但通常女生做些什麼呢 就是很惡做的嘉賓 要訪問一些很惡的人 那些女生是很惡的 是 哄他 大家都有大家的崗位 由於這兩年 大家都知道 你想要去旅行 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 你除非要去公幹 你就要逼著 一定要出發 但是我幾個月之前 我曾經講過 地球一定有這件事面世 終於面世了 歐盟剛剛禮拜三公佈了 向全世界公佈了 歐盟公佈 就是他們有多一個passport 其實我幾個月之前 我都講過這個passport 一定會面世的 就是叫做新官通行證 它的全名叫做新官通行證 OK 通行證幾好 是 就是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現在有些國家就說 他們要你必須要多了一個passport 例如我們假設這樣 我們每人帶著一個passport 它要你必須拿多一個passport passport就是什麼呢 就叫做新官通行證 而這個新官通行證 剛剛禮拜三 就正式向全世界公佈了 禮拜三在歐洲會議裏面 正式向全世界 因為一致大比數通過 它是歐盟的成員國 下個月1號開始 就會推行這個叫做新官通行證 必須要有這個passport之外 必須要有這個新官通行證 才可以去這些國家旅行 工作所有東西 出示了這個新官的通行證之後 無需要隔離 不過要接受檢測 就可以拿著這個通行證之後 就可以去到成員國裏面 有六個月的時間 就可以工作旅行 因為始終它牽涉太多的國家 是啊 牽涉了很多地方 法國、意大利、德國、英國 太多地方 所以他們 大概幾個月之前 我說遲早都有一個這樣的通行證 就是這個叫做 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全世界都需要你有這個通行證 你才可以去到我的國家 因為第一我保障俄國民安全 但是為什麼歐盟先呢 因為最大的問題 其實它邊境和邊境是不用過關的 不用過關的 大搖大派 因為之前我拍了一個旅遊節目 拍電單車的那個 就這樣 我過了意大利了 是啊 我過了澳地利了 這樣的 就這樣過了 只有一個牌子告訴你 你已經過了意大利了 是啊 你歐洲很棒 是啊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有病的話 你這樣就已經把病毒散播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現在它在邊境裡 它必須要你出示這個通行證 那這個通行證是怎樣呢 就是顯示你就是怎樣 就是你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通行證 你也可以進去的 但是你要隔離 OK 你要隔離 這樣公平 公平了 這個就是開會之後一致通過 就是你的新冠通行證 會在1號 就是7月1號開始了 那就所有成員國都會 就是你要行使這個叫做新冠通行證 這個通行證是要哪裏出來的呢 就是那些的成員國 成員國的意思就是譬如假設 就是歐盟成員國 它就在政府部門發出的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你打了這個新冠的疫苗 OK 那也都要驗出 要在這個身體驗出有抗體了 OK 也都要這個通行證是怎樣呢 這個通行證就是 在持有72小時之內 做過一次 核酸檢測 核酸檢測 結果是陰性 這個通行證就會收到一個二維碼 而這個二維碼呢 就會等於這個二維碼的健康子 還有一個電子證書 而電子證書呢 裡面呢就是必須要確保打了針 這個計劃是會在歐盟裡面的所有國家呢 會一號就實施 除了旅行證件之外 必須要有這個呢 就叫做新冠通行證 就可以入境不需要隔離了 當中包括有成員國 就是保加利亞 就是克羅地亞 捷克 丹麥 北角 希臘 納陶 接著就是波蘭 西班牙 它就必須要這樣 嘩 這個很棒喔 它那個通行證已經是通行了 有 就是7月1號 這樣就通行了 其實慢慢的衍生到 其實慢慢的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其實都要 它保障它自己 你可以來 但是因為它們 你明白一件事是什麼 現在最慘的 全世界是面臨一件事的 泰國都是的 它又想賺你們旅行的錢 但是它又癢又怕痛 人人都是這樣的 是 每個人都是 放一個進來 但是如果放一個進來 我有事 那怎麼辦呢 那損失更大 但是我不放 我不放 我不放 我的旅遊死了 是啊 所以其實它手掌也是 手背也是肉 所以有了這個 叫做新冠通行證之後 其它國家一定會效法 你信不信很快就出來了 A又舉手 B又舉手 我都要效法這個新冠通行證 我都要效法這個 好過我們的泡沫先 我們泡沫包了幾次 是 因為你有癢 我又想賺你的遊客的錢 是 但我又怕那個賺了你的錢 我吐出來這樣怎樣 吐出來幾倍都不行 所以說其實 今次這個這麼大的 都叫做災難 是啊 災難是一個傳承來的 其實都可以令全球的國家反思的 是不是真的這麼依賴 只是只是旅遊業呢 如果你作為一個國家 對 你不要這樣 我告訴你 分分鐘有這樣的敗裝 一出事就很糟 但是你又很難的 你看到這幾個國家 我原本以為它不是太靠旅遊業去維生的 但是譬如有些 有些百分百我知道是靠旅遊業的 譬如泰國 泰國的那些 泰國的那些 泰國根本就差不多一百分之九十 都是依賴旅遊業的 是啊 所以他們都被迫著要開布吉島 他都說明了 他說布吉島7月1號開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馬上開了蘇梅 開了巴提雅 開了這些 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生活 他們沒有生活 但是我沒有想過一個國家 他們說旅遊都打擊了他們很厲害的 我最近看了一個YouTube的版本 你原來發覺 我心想一下 日本沒有色情人的嗎 你這個問題有 日本沒有色情人的嗎 這個 日本的黃色事業 日本黃色事業死了 死了的 日本黃色事業 你們有沒有看呢 應該是網上看的 日本應該很多色情人的 是啊 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的 我經常認住日本應該 都很多本土人很色情人的 是啊 本土的那個生意都應該很蓬沒的 是啊 但是《光無忌丁》 你看啊 現在很多人都拍《光無忌丁》 全部撿了一顆 是啊 是沒有開的了 是啊 原來它是全靠旅遊的 是嗎 不是 東京都是全靠 很多都是靠旅遊的 是啊 是啊 東京OK 東京也是的 大阪也是的 你看到走進去的那個《光無忌丁》 是全靠的了 是全靠的了 所有的地方是全靠的了 全靠了 全靠了門的了 是全靠不開的 我心想 不是吧 日本沒有色情人的嗎 他們不要去《光無忌丁》那裡 找一些小姐姐姐陪下喝酒的嗎 會不會日本那些色情人呢 都害怕那個 不是 日本的色情人 有它色情的別的地方 它不光顧這些 哦 它就去它自己那裡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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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回Local的地方 就不去《光無忌丁》那裡 光無忌丁是旅遊的色情人 是的 就是遊客的色情人 是的 OK 本土人不會去 正如我們去 在香港 本土人會選擇地方吃東西 我們不會沾沙咀 或者去旺角吃東西 是的 是的 有些是遊客去的地方 有些是本土的地方 我沒有想過的 最近的影片 你覺得 光無忌丁死了 大阪也死了 新宿也死了 還有一個叫蝕谷也死了 原來它真的很靠 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是很靠的 你不覺得近幾年去日本 其實根本上你去到東京 任何一處 你都聽到很多廣東話 聽到 或者國語 是的 是很厲害的 是的 這段時間 我曾經在銀座 銀座大家都會去 銀座去買東西 它看到你是中國人的面孔 即是 即是 即是換個價錢牌 但我不知道它怎麼分 中國人的面孔 和日本人的面孔 其實經常覺得大家差不多 你覺得兩個人分得到 都分得到 分得到 分得到 有些分別的 就是衣服都已經分得到 OK 好了 你去到那些店舖裏面 你看到中國人進來 它立即換一個人 是講國語的 它換一個人的 換的 它真的換的 它臨時已經換了 它就找懂得普通話的人 去照顧你 是不是你喝香檳那間 是的 它立即找人去照顧你 很細心 其實日本是真的 它服務方面真是頂多 後期是怎樣 連韓國都是這樣 連韓國都是這樣 其實韓國真的很需要 因為那裡連英文都不行 所以你問我 韓國人和中國人容易分些 樣子容易分些 而日本人呢 我是覺得難分些 因為始終和我們韓人差不多樣子 它不開口你很難分的 但是他們分得到的 他們分得到的 這次你講的就是全世界旅行 也都是我兩年前 那時候我買了很多這些 的Coupon 現在都還沒得用 我都擔心沒得用了 你有沒有打去問他 可不可以延期 謝謝 韓小姐幫我延了 出以十二 原本到期 你知道全世界不能去旅行 其實我有一些節目 都介紹過的 介紹過的 有些平時我不捨得住的酒店 不捨得 真的不捨得 實在太過離譜價錢了 就覺得自己買了奢侈 真的 你住你都覺得自己奢侈 有些酒店平時是兩萬多元 兩萬多元 港幣一萬 你說哪裡啊 日本 一萬 不是啊 我訂的那些是布吉來的 布吉那些 就是Villa那些 是Villa 布吉兩萬多元 兩萬多元 一萬 一萬 豪宅那個不是Villa Villa有泳池 有泳池在裏面的 就是泳池再搭多兩步 就是海灘那樣 不是啊 在山上那些 就是直接在一間屋子 一拉了個露台 然後跳頂頂頂跳到河池那些 是呀 是呀 很正的 OK 很有私隱的 是呀 很有私隱的 就是打大隻辣都沒有問題 是呀 沒有人看到的 裸行 你裸什麼都可以 是啊 你裸什麼都可以 你拍AV都可以 自己在那裏 沒有人看到的 我為日本的AV熱加油 那間酒店呢 就是聲稱為布吉島裏面 最有私隱 它是一間房裏面有兩個泳池 一間房裏面有兩個泳池 是啊 哦 它的房一拉那個露台門 你就跳到水裡 它的泳池是圍住那間屋子的 是啊 它有一個大的泳池 都是在房裏面的 就是給你一家大小和小孩子游的 你可以游出廳的 是啊 你可以看房裏 又出廳 然後爬上去 是啊 好像威尼斯這樣 沒錯 它有一個主人房 就是給爸爸媽媽 又或者給一對情侶 那你對情侶可以帶父母去的 那父母你平時就 大家由外面那個 但是一對情侶或者夫妻 在房裏面 開門也有一個泳池的 嗯嗯 它是聲稱為 很什麼的 很私隱度極高啊 你又好像 你怎樣 你脫了衣服啊 從床頭滾到水底裏面 是啊 都不會有人看到的 是啊 都不會有人看到的 媽媽你要拿泳啊 你在那邊游啊 我不走過來 然後就兩萬多了 一萬 我一直都不捨得 去年呢 前年 應該不是前年 前年啊 突然間這間酒店 推出了一個promotion 那我當時說買啦 一定買的 殺價殺得很厲害 是啊是啊 那時是2019年 2019年的 好像是夏天來的 五六月那樣 五六月那樣 哇 推出了一個優惠啊 好啦 買啦 這樣 三千四元 港幣啊 三千四元港幣 原本是兩萬一萬 三千四元兩萬 哇 我想一下村長 即時 聽到這個價錢 我想一下村長心想想 我想問一下 買這家家 哈哈 我不是買一萬 你跌到三千幾元 即是樓價應該跌得很厲害 不如我買一買 我想買了 我即時說不行 一定要享受一下 買幾天 等了幾十年 就叫所有朋友 叫所有朋友 想著每天在一間房間 大家可以去玩 每個朋友都說 好啊好啊 因為平時貴嘛 真的貴 貴嘛 兩萬五元 一萬你怎麼都要預約兩萬 你預約兩萬 每人就五萬元了 每人 每人 哇 三千二元還要兩萬 好啦 好啦 很多人就預約了 你來來來來來 你來來來來 玩啊 幫任大派對 沒錯 自己帶一張 不是 品味高 但是身價低我 給幾千元而已 哈哈 兩萬元可以聘請朋友 我還不逼波蕩漿 然後我在想 他當時就說 是有今年 而最後限期是 我當時想這個疫情 真的 我想大家都和我想法一樣 嗯 19年 哇 不會捱到2021 都還有 是嗎 到時都是世界末日 如果2021 都還有 是啊 即是怎麼都會有些控制的 怎麼開始越來越問的時候呢 之後你到期 嗯 糟了 我們整班人 原來真的2021 都還在疫情 你想想 經歷了 接近兩年了 OK 喂 你不要說我黑心 分分鐘 還可以多玩兩年 OK 所以 他現在不是有個叫做新官的通行證 嗯 他們不想做生意嗎 他們當然想 是的 他們都很難維繫的 其實我們都很想給他們生意做的 是的 那OK了 打回去吧 Email給他 他們都知道自己什麼問題 他說願意再多一年給你們 嗯 因為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想他都計算錯誤 嗯 是 他都沒有想過疫情這麼久 OK 是 大家都在體諒大家 那你有沒有想著買呢 其實 沒有 不會 好了 買來放桌 等疫情好 買就買新的啦 村長說這個人家住過的啦 你記住一樣東西 頭頭我都沒有在這個疫情裡面 可以一年搞定了 現在過了五百日啦 OK 你都知道那個節目叫五百日後啦 是 五百日啦 OK 分分鐘是一千日啦 你想一件事 剛才的直播都講啦 可能還要有兩年 其實可能就是一個共存的東西來的 可能到最後是什麼呢 共存的東西 就是大家麻煩 每年去打一次啦 每年去打一次針 就renew一次你的通行證 你的通行證 這個 以後就是國際通行證 這個是一個大疫情來的 大疫情的意思就是 好像以前西班牙流感 玩很多年 霍亂玩很多年 其實這個是一個大疫情來的 這個大疫情是全球嘛 它還要全球嘛 所以這次呢 歐盟剛剛在昨天 就是星期三 就宣佈了 向全世界宣佈了 他們推出了一個 叫做新冠通行證 必須要拿這個通行證是怎麼樣呢 就是首先就是要打了兩支的疫苗 得到這個就是電子針卡 第二就是在臨去他的國家之前 七十二小時之內 必須要做一個核酸測試 這個通行證其實是電子證來的 就是現在日後的電話 這些APP 就是這樣 接下來香港都會有 我用了 我用了 其實香港它也是有一個APP 其實現在都有的 它說遲些安心出行都可以 我用了 我已經弄了 已經弄了 已經弄了 有針那些 是啊 現在我已經弄了 因為我相信日後 一定要靠這個去工作 是啊 所以我已經 這個針卡很容易的 你按進去 當然要設定你的密碼 OK 它就有一個電子針卡 在裡面的了 嗯 那我過關的時候 我就要按給它看的 針卡就要按的 就是這樣 嗯 然後它的數 你什麼時候打了 打了什麼 它已經有在裡面了 這個就叫做電子針卡 是啊 這個就是那個方便 放在手機的電話裡面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下一個呢 我們現在這個是電子針卡 嗯 它就說要這個 就叫做通行證 上面是針卡 是 下面你看到有一個加號 是啊 那個核酸檢測 這個就是你72小時之內要做的 嗯 那你做了之後 對方的結果也都放在這裡 嗯 那你過關的時候 你給這兩格 它就叫過關 嗯 是這樣的 現在日後也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世界通行證了 你相信呢 當全世界大家舉手 都說這次歐盟都舉了手了 就說它日後 它必須要看了你們這個 這個就叫做新官通行證呢 它才讓你入境 入境之後就不用隔離了 嗯 如果你沒有這個的通行證 你必須要隔離了 他們都說 嗯 其實這樣穩陣一點 這樣大家都安全 他們都要保障他們自己 是啊 是啊 所以最新的資料就是 經歐盟通過了 就是它們首先就發放了 在這個1號來講 它們首先就率先要利用這個 就是入境就要有這個叫 新官通行證 就是要有一個針止 還有這個72小時的核酸的測試結果 稍後回來有一宗新聞 亦都是和這個疫症有關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稍後回來告訴大家 好了 歡迎大家繼續 稍後早上10月開始的大家的節目數 剛才講的是 歐盟通過了 就是他們 歐盟的國家 就要使用這個 就是新官通行證 我想這個也是大趨勢來的 全球的大趨勢來的 一個舉手就大家都舉手了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有些人說 為什麽這次新官的病毒會這樣 其實我想說 如果大家有看過 病毒其實是一個循環來的 如果你看到這個人類歷史 是久不久就有病毒了 其實只不過是 我們是經歷 你說什麽大瘟疫 大什麽 其實久不久就有了 是 是 由於那些人說 沒有這麽大 這次全世界 我們又要簡單的來講 我整個人很公道的 以前我們都沒有那麽方便去全世界 是啊 你信不信以前 你要去全世界一件很困難的事 你好像泰鯊 又要拿一些行李箱上去 又要兩個月才到 你沒有那麽方便 但是現在真的是人類方便了 是 那你方便了 病毒都方便了 他會帶著他走的 是啊 是啊 你本來這一邊有病毒 你以為沒有那麽快的 但是突然間 一聲那個人過來 那麽就沒有了 不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由出生 到你要去健康院那兩年 那兩三年 不斷要打那些防疫針 是啊 那些全部都是以前那些 大瘟疫的防疫針來的 是啊 只不過可能我們十年 二十年後 那些嬰兒一出生 就已經打了這些新冠的了 什麼加戒苗那些什麼 德國麻疹 是啊 那些什麼日本老爺 是啊 那些 你這個嬰兒打了多少針 我都數不到打多少針 那一張針卡全部滿了 是啊 十幾支 其實它就是過往 它在那個疫情之後 又多了一種病毒了 又多了一種病毒了 紀錄了有 有疫苗 是啊 嬰兒出生 就是打打打打 打第幾針 打第幾針 打到兩三歲 我們以前很小時候 我們小時候輕便一些 我記得是小 出生就要打一針 然後我小六就打第二針 這些是水斗針 是啊 你有沒有見過 有一個是辣的 有一個印的一個 你看有乘的 chi either 在那裡那個 McD&什么 有那個罩 我知道你有大罩 我有大罩 我穿了很關像的 這麼分廑 你有沒有見過的有斗罩 斗罩 那要從來做什麼 我以為紫薄臭寶寶會有的 以前呢 我這樣形容是有點噁心的 是有點噁心的 但是樣子是真的這樣的 打火鍋不是有個篩子用來錄東西的 有個鐵的篩子用來錄東西的 不要後面那條棍 就只有那個篩子 以前也有你放在那裡的 你打完疫苗就要放在手臂上 綁住那個篩子的 你這個多一連串 因為它怕你那個水斗會穿 它怕你拗那個東西 所以它就要帶那個篩子 就好像那些狗一樣 被人掩完之後 接著又帶個頭皮靠 讓它不要掩在那裡 以前是要帶那個篩子在那裡的 是嗎 是啊 就是整個篩子放在那裡 你的手臂 你的肩膀有一個篩子在那裡 當然啦 我還要拿給人看那個篩子 多漂亮 是嗎 幾年前啊 小時候是這樣嗎 有這個嗎 是呀 你有沒有見過什麼 你上網看啊 叫水斗篩嘛 水斗篩 我真的很確實地告訴你 或者簡稱水斗篩啦 我那個年代已經沒有需要把那個篩子放在手臂那裡 沒有啦 我放在下面啦 是啦 我那個長期放在下面啦 OK 沒有需要拿過照片來的 專長 下面就是說在那個圍桶那裡 在圍桶那裡 我們收回到那個袋那裡 是 是 是 帶回到街上 帶回到街上 你有沒有見過這個嗎 我以為你們有小朋友就有的了 以前是綁住了一手的 那個是你的年代來的 我們的年代呢 已經沒有了 接到膠布算了啦 不是啦 它凸起了的 你接到膠布 它會拗的 是 但是我們那時候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針 或者它可能那個疫苗已經有少許轉了版本 那我記得我打那時候呢 就是撿了一針 那我沒有什麼行 因為我不怕打針的 是 是 是 然後你隔了一陣子 其實我沒有癢沒有性 那幾天之後它會自己這樣凸起來的 是啊 是 是 凸起了 它說suppose 你要凸起來才是好的 對 你這個是好的 我也有一個的 但是你凸起的那個部分呢 會兩天後呢 就是打完這個水痘疫苗之後呢 接著呢 它是會 有些的小孩會起了一個pock 是嗎 它就是怕它弄穿了一個pock 那你弄穿了一個pock 會細氧感染的 哦 所以就用一個pock 蓋住它 哦 這樣就不讓這隻手指在那裡弄那個位置 OK的 挺漂亮的 這麼多年都還是粉紅色的 是啊 沒有弄黑度 沒有黑度 OK的 我保養得它非常之好的 指望爸爸 OK 它沒有養貓嘛 沒有養貓一點 為什麼我不會去抓我 不是 貓去舔嘛 舔得多一下 我舔得多血氣運 我舔得很盡粉紅啊 哈哈哈哈 太過分了 你可以決定不跟我們做都可以的 哈哈哈哈 我捐回路去過海底那裏 哈哈哈哈 好可怕的 今天講的就是地球上面 這件事就是病毒 我們今天一起學一個 其實有病毒 我想有這個圓形的地球就已經有了 嗯 我想我們相信 我想細菌應該可能是老過我們的出現很多 絕對 是的 還有細菌是可以 它們有一個叫周期盛嘛 周期盛的意思就是 它不是沒有在這個地球 嗯嗯 它只不過睡了覺 它沒有空騷擾你們 到對的溫度和濕度它走出來而已 對嗎 對 好像蟑螂那樣 好了 好像蟑螂那樣 現在地球上面有另一則新聞 大家就 因為我給你們猜一下 就是這種生物 這種生物 它睡了覺 二萬三千年 二萬三千年 看看一下 哦 二萬四千年 嗯 是的 咦 二萬四千年 動物啊 是啊 生物 生物 我用生物 生物 生物 現在就成為了地球 大家要認知 原來這種生物 可以睡覺睡二萬四千年 騷醒了 嗯 它的出現呢 是讓我們人類有另一個的想法 曾經很多套電影 拍過這個橋段的 但是大部份都說 科幻電影嗎 不可能發生的 不可能的 是的 有沒有聽過一套 好像是甄子丹做的 冰封三千年 哦 冰封俠就是 是的 冰封俠 等於好像最早期張藝謀拍那一套 講秦勇的那一套 是的 就是秦勇 其實它是冰封了 現在解凍了 那就醒了 OK 但是這個是電影裡面的橋段 電影 還有人類是曾經相信過 現在是有人說了 他們是很有錢的人 他們相信 OK 為什麼要這樣說 他們相信醫學是會進步 OK 首先要這樣想 他們為什麼將自己說了呢 是因為他們相信醫療是會進步的 我們小時候可能有些病是沒有的了 有這些病死了的了 是的 我以前小時候都是 但是我們的醫療進步 原來這個病不是的 醫到的 是 但是如果當年 譬如40年前 他還沒醫到的話 那他就死定了 是 但是原來他說著自己40年之後 他醒了 現在就得醫了 很容易而已 那就醫了 就是遲打血的那些 是的 那他們假設每個人都冰封了 等那個醫療系統進步的話 那他就要冰封自己而已 哇 這個地球很擠勇喔 因為人人都醫到嘛 是 每個人都醫到 那不是的 還是有錢才醫到而已 是 有錢 我們這些窮的 沒了 自己買了一張癡片賣自己 就是遲打血 我記得我小朋友出生一陣 那些叫做什麼呢 那些嬰兒展那些 是 就是會展有那些嘛 那有0.04.04有一個counter 現在都有的 是 是 是 有一個叫做遲打血 是 就是說你小朋友出生 跟著如果拿了遲打血的話 以後如果他有什麼病的話 是 他可以拿回遲打去醫治自己的 是啊 但是這個是概念的 是啊 是啊 概念 也都是大家可以上網看的 那個老母生個女兒出來 那個女兒比那個老母兩年了嘛 明白嗎 蛤 為什麼啊 那個媽媽生了一個女兒出來 但是那個女兒比那個媽媽兩歲 是 因為那個媽媽冰封了 好有趣的 這個是一個大家可以上網看的 我大概年半前講的這宗新聞 OK 是啊 那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為這宗新聞 就牽起了全世界很多人說 你去做啊 你去按啊這個按鍵 我不按啊 大佬 你去按啊 你這麼勇敢 你去按啊這個按鍵 是的 他們說你知不知道呢 有了這個叫做人工受孕呢 其實超過已經接近30年了 嗯嗯嗯 就是人工受孕的這個技術 嗯嗯 其實有了接近30年 嗯 OK 差不多啊 那你知不知道何為人工受孕呢 就是首先將卵子和精子結合了之後 那就成為了一個杯胎 對嗎 嗯 那杯胎呢就要放在冷藏庫 冷藏著 嗯 細微一下我們將來 就是我們要面對的這件事情 可能很多人分裂了的 OK 他說一對的夫婦 人工受孕呢 他們不只是做一個杯胎的 嗯 做幾個 他們每一次做十個 OK 就用一個 嗯 那就剩下九個了 是 對嗎 因為有機會失敗的嘛 嗯 那他失敗就拿第二個出來 對嗎 對 OK 那他在一次的人工受孕裏面 就做了十個的杯胎 而用呢 就用一兩個而已 那有八個就冰住的 那有些冷藏庫冰住它 是 那而這些冷藏庫冰住的那些杯胎 是BB來的 嗯 但是他們冰了的 嗯 OK 那因為 那些父母就 譬如假設這樣 他已經成功了 這樣 我生了小朋友了 那你另外那八個你就不管了 嗯 是啊 你又丟了他在那裡了 是 可能忘記了 因為他已經成功了 是啊 那原來現在全世界這三十年裏面呢 在這個人工受孕裏面呢 總共有接近七千萬的雪藏胚胎 被遺棄在那裡 哇 那被遺棄的意思就是雪了在那裡 是 就是一瓶瓶的雪了在那裡 七千多 七千多萬啊 不是七千多支 是啊 七千多萬 十個香港啊 那有些人就說 那不如你解決了它啦 燒毀了它啦 燒毀了它啦 那那些醫生就說 那你去按那個按鈕 幹嘛要我燒毀啊 那是生命來的啊 大哥 我信教的 我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不是 但是其實他抽的是那個卵子而已 不是 他們是胚胎來的了 已經是 受精了 受了精了 其實它是一個受精細胞 應該這麼說 是的 一個受精細胞 其實總之你解凍它就會慢慢大了 是的 其實你可以說它是一個生命來的 它有七千多萬個寶寶在那裡 這樣很難啊 那它就開始大家解決了 不是啊 現在越來越多啊 七千多萬啊 是的 它是你去銷毀它啊 你落子去銷毀它啊 它一定被那些宗教團體反對你的 你哪個夠膽舉手這件事 就哪個來擱著你了 這麽重要的事情沒有人夠膽 那麽重要的事情 對於這個公教團體來說呢 其實你做這個人工受人 對它來說已經反對了 是啊 但是你已經做出來 你就不應該毀滅了它 那麽怎樣 那麽它真的說了這裏 它沒有爸爸媽媽認靈的 OK 好了 去到這裏就知道了 是不是 去到這件事就知道了 那我就開始要解釋給你聽了 那當時這個女人呢 就22歲 因為醫生就證實了她不能懷孕 就是不能懷孕 所以她就拿了那些人工胚胎那些來懷孕 那麽呢 她選了一個是什麽呢 就已經睡了24年了 雪了這裏24年了 哦 OK 那個妹妹呢 那個妹妹突然有人要你 哎呀 這樣好啊 我睡了24年 我睡公主來的 睡公主來的 終於有老母要了 那麽她就醒了 哦 融了醒了 就入了老母的身上 但是其實她有24年的歷史 再加上她自己的十月懷胎 所以她帶她親生老母兩年 哇 哇 你明白那條數怎麽計嗎 我明白那條數 我現在明白那條數 她24年前已經是一個胚胎 是 是 那麽現在她就蘇醒了 好呀呀呀 竟然我睡公主那有 拜拜 你們繼續住 那她就 一生進去 那就長大了 那就生了出來 所以地球上面 你知道要按嗎 女兒長大過老母兩年就是那個了 哦 嘩 這個好可愛哦 這個case 你按上網就馬上有了 就是她的女兒長大過她的自己本身兩年 嗯嗯 就是那個女兒在這個世界的時候 那個老母都沒有來這個世界 都沒有出生啊 真是 是啊 都沒有在一個女兒 所以那個女兒長大過老母兩年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新聞 哦 那實際上那個小女兒又出生了 又很有趣哦 不過她睡了覺而已 嗯嗯 但一睡就睡了24年而已 哇 其實都不知道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其實沒有人知道究竟這些胎仔 嗯 他們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些什麼 你運了她24年其實 我又不知道她有沒有感覺 是啊 怎麼會有感覺 是啊 是不知道 是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可以確定到 所以很有趣的 有些宗教連雞蛋都不吃 嗯 哦是是 就是那些很虔誠的佛教 因為他們相信雞蛋是有機會變了雞仔 嗯嗯 所以他們不吃的 受不受精卵他們都不吃的 嗯 就是因為你受精卵才會生雞仔的嘛 是啊 你非受精卵就是排卵來的嘛 是 是不是 這個道理就等於就是說 這些人很多爭拗就是墮胎 是啊 墮胎都咬了很久了 就是說那個不是生命來的哦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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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它是生命 只不過那顆東西沒有手腳這麼大 是啊 譬如簡單來說 如果你真的要用這件事去形容的話 那你譬如叫三文字這樣 你就要叫雞卵字 麻煩這樣 那它果真是叫雞卵來的哦 你看日本字的字也是這個字來的 哦 雞卵字麻煩 是啊 我想接著那個房間就說 你說什麼卵啊 我不是說我要雞卵啊 雞卵字啊 雙卵單卵啊 雙卵也好 單卵也好 總之什麼卵字就給我 什麼卵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好漂亮啊 你試試去左東那間 光顧你啊 什麼牛奶公司啊 我講 好牛啦 哈哈 所以這次 因為真的在地球上面 可以大家說 不是科學小說 最近俄羅斯公佈了全世界 全世界 在西伯利亞 一個地方叫做永久凍土 上次就找到一個 長毛象的BB出來 嗯 嗯 這次 在西伯利亞找很多東西 他們 因為他們真的是最天然的冷凍庫來的嘛 嗯 就是它是最天然的冷凍庫 你知不知道我們地球上面 有一個的冷凍庫都是在北極的 是將我們地球的所有所有 有啊 入了明冊的所有全世界的植物 嗯 的種子 嗯 是去那裡的 是藏在那裡的 是的 那裡有個倉庫的 OK 你們可以看的 你們可以想 那些史前植物 史前動物那些的倉庫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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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現在 現有 現有 我們這個世代 就是可能我這裏 玫瑰花有100不同種 這些是世界末日啊 沒錯 滅絕啊 那個是時間浪來的 是地球裏面的時間浪 他們說萬一他想通報全世界所有的人類 就是他 他那裡是什麼 又除了 如果大家可以啊 就是希望大家認知 是 不過我當時呢 我也是那種 老師 三個人讓 我只有一個位而已 哈哈哈哈 我看這些呢 哈哈哈哈 我一定會被人罵的 OK 人類滅絕就是一個人都沒有 那誰負責去搞那些東西啊 不是 還中什麼呢 因為我看那個Discovery Channel 他聲稱啊 他這個是在無國土地帶 必須要啦 就是全世界你只要是人類 就是韓軍廷 林子博 梁思浩 甚至你聽著的觀眾 嗯 看著的觀眾 我們這些村民都可以 你都有資格了 他說明是有資格啊 嗯 如果人類大滅絕 嗯 你還生存 嗯 就是原來人類大滅絕之後呢 你沒有死到 嗯 你可以自己去那個 時間囊倉庫 打開門 拿了所有的東西來用啊 有沒有密碼的 不用的 就這樣開門的 就這樣開門就可以了 是啊 他把所有東西都放在裡面了 就是他是給 如果萬一地球真的會有什麼大爆炸啊 大滅絕啊 嗯 跟著他給人類 你 你就在那裡再重新 哇 建立了地球出來 是啊 有種子 有成物 所以他都搬進去的了 OK OK 任何人啊 全世界 因為為什麼他選了一個叫無國土地界呢 他因為他不想 那個地方 我可以給大家一些資料 他不想 因為譬如假設 原來是什麼種族人 我去不去呢 他不是 他這個倉庫是給人類 OK 只要你是地球的人類 無論你是什麼國籍 如果你真的 人類大滅絕 你都沒有死到 那你去拿吧 我當時看完之後呢 我也是那種 老師 怎樣啊 村長 我是在香港住的 你那裡是在北極 我人類大滅絕 我搭什麼去啊 大哥 你明明我說什麼 明白啊 我都在想著 你的大概念很好啊 哈哈 我乃誰啊 我怎麼去啊 我又不會搬飛機 第一 飛機師已經死了 坐船有沒有船長 又沒有人開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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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 你不如告訴我 我在香港怎麼去那裡 我怎麼去那裡拿 油水紙撐艇 撐艇仔去 我撐艇 撐到我死的人了 我是沒有滅絕了 我都去不了那裡 既然有這個概念 可不可以世界各地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 沒有那個倉庫 沒有那個很大的 那個倉庫 很大的 你可以上去看的 很多層很多層 什麼 它是全世界所有的 它希望 它其實是一個的Mine 這個Mine 就是說 如果慶幸地球大滅絕之後 你是生存那個 請你建立地球出來 很大的使命感啊 很大的 但是我怎麼去呢 你說到沒有所 走進去 有些東西可以吃多久 而且我去到之前 會不會已經餓死了 我想她第一時間問我老師 在哪裡來的 你可不可以發地址給我 梁思浩 我Google還沒有找到 而且說真的 如果她在北極那裡 我們在香港 很明顯 其實上帝都不想你去拿到 是嗎 是啊 你根本是 算吧 就是這個冰封的土地 講開吧 就是西伯利亞的冰 叫永久凍土 大家可以上網看 它就是最近在那裡找了一種 OK 我並不是說粗口 這種的生物的名字 是真的這樣叫的 OK 卵蟲 卵蟲 這個名字叫做卵蟲 卵蟲 卵蟲 這個就是在這個冰封凍土裡 找到一種的生物 它的名字叫做卵蟲 卵蟲 卵蟲就是怎麼樣呢 它找到之後 咦 這樣 冷了 它就解凍它 就好像我們平時在雪櫃拿出來的冰箱 那隻雞型 那隻雞 那隻雞 解凍它就想用來醃來燒 為什麼雞還原 站起來 冰封合那些 是啊 很可怕 就是這個冰凍了二萬四千年 它的多細胞的一種生物 不是單細胞生物 單細胞生物它不會這樣算的 是多細胞生物 叫卵蟲成功復活 嘩 很厲害 嘩 也有助這個成功復活 有助冷凍人技術 邁進一步 冷凍人技術就是拍電影 冰了你之後等你醒來 它是因為這個卵蟲的 在這個冷凍狀態下 能夠生存了二萬四千年 嗯嗯 二萬四千年 其實這個比我們的月曆長 因為我們現在是二零二十四 是啊是啊 二零二十四 二萬四是比我們的日曆 是啊 它能夠可以 可以 可以在冰封了二萬四千年之後 解凍而可以再繼續生存到 還有它們發現了另一件事 很震驚的 比病毒更震驚 還不夠震驚嗎 它們不是 第一 它的復活 這個叫做卵蟲 大家可以上網看的 有片的 它復活的片段是拍的 一條東西 拍了上來的 你看到它復活的 OK 它從冷凍慢慢之後 它移動是有片的 OK 第二 它除了這個 對於這個冷凍人技術裏面 可以有一個新的里程碑之外 還有一件事是厲害的 它這種卵蟲 它只有一條 現在復活了 它是擁有無性細胞繁殖系統 就是單性繁殖 它不需要有控性癡性 它自己的頂部的頭部 壓到尾部裡 動兩下就 我形容一下 很有畫面 我形容一下 怎麼知道有一個形容 就是你怎麼都有一個動作 你才叫做交配 然後就是這樣 就是拍下手 這樣就大了 接著待會就咻一聲 就一炸了 就是它是能夠無性繁殖 哇 蟲真的好厲害 最重要的是 這條是蟻蟲還是蟹蟲 這個才是重要 沒有人知道 如果是一條蟹蟲就大了 因為這種卵蟲 原來已經是以前的 史前時代生物來的 它這個就是能夠再次 可以把它冰封了24000年之後 能夠可以解凍之後 還可以生存到 它重要是怎樣 它解凍後 第一件事 知不知道做什麼 科學家都 搞事先 它第一件事 無性繁殖 很厲害的 很厲害 很厲害 真是很強的生命力 不是啊 主要就是我冰了這麼久 都沒有繁殖 是的 它馬上很硬 很硬 馬上很硬 大佬 馬上很硬 是的 它馬上要做這個動作 下不上 都不用看我 立刻繁殖 不是啊 不是啊 請將兵傘踢開 哈哈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一下 這個就是現在震驚全世界的 能夠 睡了24000年 之後能夠繁殖 再自己復活的 叫做卵蟲 是的 這是顯微鏡出來的 是的 好像一條鼻梯 好像一條鼻梯 是的 它一解凍之後 它復活了 它第一件事已經搞事了 它第一件事已經無性反殖了 所以告訴你 開頭最早 第一套《豬羅紀公園》 我看到的時候 哇 我覺得 是很有可能的發生的事 是 它直接在蚊裡面 抽回 那隻蚊吸過 的血 的恐龍的血 是 而去做一隻恐龍出來 哇 我覺得很厲害 是的 你還記得那個第一個畫面 那個博士 那個很重要 那個 我就是看電影的時候 在想 哇 你千萬不要這樣做千萬 是 那些蚊 一塊蚊 那個黃色的那些 樹的漿 是 類似樹膠那樣的 是的 然後它說 薯膠就是蚊 然後蚊裡面一定有血 嗯 我也不知道史提寫 他心裡面想 他到底在腦裡面裝些什麼 很厲害 你知道他很厲害 史提寫分析寶 它是 它是為什麼成為一代的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我真的不懂 有人說猶太人 是很厲害 是嗎 很聰明 它是一代奇人 真的是 很聰明 它最奇的是什麼 你知道它的歷史是怎麼樣的嗎 它原本是 譬如假設 如果以香港來計 它就是TVB一個 叫做拍攝外回家的導演 嗯 嗯 就是拍攝那些sitcom 就是那些 在美國呢 就是平時晚上那些人 那些肥佬拿著一杯東西看 那些 那些啊 嗯 嗯 然後它當時呢 就是河里會有一個監製 他說我帶你出來電視台 但是現在有個條件 嗯 這樣的 我就給你這個預算 那你就幫我拍到電影了 這樣 嗯 他看著它 他看著那個預算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說怎麼拍到電影啊 嗯 他說怎麼拍到電影啊 他說連電視台的電視劇都還沒有 一集都拍不到 一集都拍不到 你叫我拍到電影 他說這個我就看到你的天份 嗯 他說你的天份 什麼叫天份啊 我給你很多錢 叫你拍到電影 這個就不是你的天份 嗯 他真的是這樣說的 嗯 他說你都說得對的 就是根本 叫什麼 最厲害的就是你給我一條沖 但是我煮了一大餐出來嘛 是啊 是的 這些就叫做厲害了 是啊 他當時拍的第一部電影 他是沒有錢的 你知不知道怎麼樣 他找到自己的家人做 找到所有的人 嚴馬固點 喂 被嚇穿一下 哈哈哈哈 他說他第一部電影 是沒有用到一個有名的演員 一個都沒有 嗯 還要拍特技片 他感覺不著應該什麼都沒有 哪一部是第一部 是的 大白沙 第一部是大白沙嗎 史提芬 史不保 好厲害 史提芬 史不保 好厲害 第一部電影 好害怕 幾個星期都睡不到 不敢睡覺 史提芬 史不保 在電視台出來 他拿著這麼小的錢 去拍了一套 令到電影公司賺全球的錢 是啊 好厲害 他是化扶紐為神奇 當時他 如果你看史提芬 史不保 那個那個 他那個獨家訪問的時候 說什麼呢 他說人就是這樣的了 我現在反而 我喜歡我自己窮的時候 他自己都講講 史提芬 史不保 我喜歡我自己窮 沒有預算的時候 沒有預算的時候 他說反而越窮就越多idea 嗯 你有錢什麼 幫我搭那裡弄 是 他就開 現在我史提芬 史不保 我的創意 是沒有以前那麼厲害的 就是好像我們從小到大 玩的遊戲 我們沒有錢 在山上可以想很多 很多東西都來玩 是啊 現在只是手機而已 想不到 沒創意 因為你窮就要有創意 他說當時 我都不明白我自己拿著這塊錢 拍電視劇集都不可以 可以拍到那套電影 他說那套電影 大白鯊 一來 就有一堆那些沙灘女 穿的比堅尼 沒有名的 在那裡走啊啊啊 在那裡喊 哈哈哈哈 最大的預算是那條沙魚 就是那支旗 要找人潛入水裡 你知道他說什麼啊 他那塊好像很貴啊 不是啊 你知道不知道很好笑啊 他說他就是自己有解釋啊 他說因為窮 嗯 我連做那個沙院模型的錢都沒有啊 沒有啊 他說沙院模型我都沒有錢做 那做一條黑色旗 找個沙水源在那裡游擊 那都可以吧 就是叫他背著 這樣一個都可以吧 他說這樣不怕啊 加上聲效 他更厲害 他找了一個friend 是做那些配樂的 就是那些電影配樂的 他說我真的很慘啊 我拿著那些錢是少到 知道怎麼樣啊 他說少到 我都不好意思 跟那個做電影配樂的人說 你幫我配套電影多少錢啊 比如假設10萬元這樣啊 10萬元啊 10萬元你做多久啊 就是那條音效有多長啊 哦 大概是 就是 我會做的大概是 60分鐘這樣啊 這樣啊 那不如 我給2000元你幫我做一分鐘 真可憐啊 他說那個 當時他的環境又像什麼呢 見到一個很漂亮的妓女 是要500元的 他說不如你給我刺一下 我給5元你 不用完事的 不用完事的 一下就行了 我刺一下就行了 你平時500元 然後一脫開 有多少刺 是啊 我給5元你 哈哈 他那時候尷尬到呢 跟那個配樂的人說 他說我真的沒有預算啊 他說你沒有預算 那你也要做的 那你做一個吧給我 或者兩個吧 兩個八拍 一整部戲 因為他重複又重複那樣 是吧 好害怕的 總而知那個鯊魚騎一出 那個配樂就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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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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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她很開心 她窮得很有創意 她說人窮什麼都能解決 還有她說還有一件事 她的《史蒂粉絲報報》訪問裡面 人窮就不怕醜的 她說你夠不夠膽跟人家說 我收10萬 我給2千 給你4顆一磨 這是一條窮才夠膽去做的 她說現在反而什麼都可以開了預算 她說沒有什麼創意 但是她的創意也很厲害 她的創意也很厲害 但對於她自己來講 可能她覺得自己做滑了 是不是 不會 她很厲害 她真的很厲害 她很厲害 但可能她自己覺得自己做滑了 除了《朱羅紀》之外 另外一套印象很深刻 就是找李安納道迪卡比奧 講在夢境 不停夢境夢境 哇 你怎麼想個故事出來 大哥 一層層的 跳在夢境裏面 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那套戲 恐怖 我是覺得她的創意很恐怖 還有你留意一下一件事 譬如當你剛才說的 我們說的這個就是沉睡了24000年的一種生物 它的名字叫卵蟲 大家可以上網看 就是這樣了 當時史蒂普想想想 怎麼會想到那一隻虎拍裏面有一隻蚊 一切就從這個故事開始 它還要拍了這麼多集《朱羅紀》 是啊 它就是從那隻蚊開始拍了這麼多集 所以在我們這隻蟲活起來之前 它很多年前已經想到這件事 還有你知道還有一件事好笑嗎 你看了它《朱羅紀》那些 很多時候是訪問的 因為我覺得它很厲害 史蒂普我真心覺得厲害 還有我很欣賞聰明人的 就是我叫什麼叫拜伏 是不是這個字 拜伏 拜伏 是拜伏 就是拜伏的意思就是你小時候太聰明了 不單止佩服 佩服是形容人 拜伏是形容神的 拜伏 佩服的再高一層次叫拜伏 就是拜伏 是的 接著我就說 哇 很厲害的 接著我看 它說是《朱羅紀》 接著有記者問它 有記者問它 你又沒見過恐龍 那個記者誇張它 很厲害 有記者誇張它 他問它什麼 他說你又沒見過恐龍 你又為什麼知道恐龍是怎麼叫的呢 他只是這麼說 難道他要見過鬼 拍鬼片 是啊 真的很奇怪 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麼嗎 哇 我真是拜伏他的答案 那個記者擺明是串它的了 就是你拍恐龍拍得這麼賺錢 就是你那些恐龍的叫聲 你又沒聽過恐龍叫 你怎樣可以 它就解釋了 那些恐龍的叫聲全部是動物的交配聲 有些是那些 豬啊牛啊 什麼動物都有 一路搭兩層下去 OK 接著他說 是的 我都沒聽過恐龍叫的叫聲 我當然不知道恐龍的叫聲是怎麼樣 因為你都沒聽過嘛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厲害啊 他的百彎是厲害的 我串完你之後 你要收聲 真是挺好 我好喜歡看那些厲害的訪問 真是很天驚的 好了 這次為什麼會再講這個呢 就是諸羅紀或者什麼呢 就是地球上面在西伯利亞的永久洞土裡面 就找到一種已經沉睡了 雪絕了二萬四千年的卵蟲 竟然解凍了之後它竟然可以復活了 不單只是復活了 還可以自我單性無性愛繁殖 就是無性繁殖 就是它自己會不停地繁殖出來的 讓這個地球裡面的科學家就說 覺得原來真的有冷凍人這件事的存在 好了 歡迎大家繼續接著 早上10點開始的大家的集團說了 剛才在講的就是私底粉絲的一部 也都介紹了一種叫卵蟲 大家一定要認知這件事 因為地球上面現在很多的動物學家 生物學家或者科學家都在研究中 它可以沉睡了二萬四千年之後復活了 有一件事就叫做地球不解謎 我小時候經常去那些圖書館 我不知道 只不過那些兒女 或者昆廷小時候喜歡看這些書 我喜歡看那些十萬個為什麼的 我很喜歡的 我是那些每市民 其實我 以前是大大本的 現在是小本這麼大本都有 十萬個為什麼的 是 但是以前是很大本的 以前是很大的 硬皮的 頭尾是硬皮的 買就買不起的了 一定去圖書館那裡借的 而且借的都很難借 上手的人還沒還 未還 但是不是的 圖書館如果你肯在這裡看 它是一定有 因為有一套 始終拔到一本出來看的 最多人拔走的就是什麼外星人那本的 有些就沒有那麼多人拔走的 外星人那本有很多人拔走的 有些圖案 地球上面就會有很多人去拍 那裏就是外星人來過 他們那時候聲稱這些什麼零幻首期 這些就是它說外星人很喜歡來過地球裏面 就好像我們人類會寫下到此一遊那樣 它就用這些UFO的機器就吸引 吸吸吸 就會形成一個圈一個圈 就好像我到此一遊那樣 但是那些圈的圖案就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 後期有些 當然啦 坦白說 這件事就等於史提分 史不寶的答案一樣 沒有人知道外星人 你說是什麼都可以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圖案不一樣呢 星球來也不一樣 自然不一樣 不同星球不同的人 不同外星人就有不同的圖案 這個可能是我們的地方 最近很厲害 由於美國公佈了這個外星人的片段 嗯 是 跟亞士一樣 是 很熱的 國旗 個個都看亞士 就是看這宗新聞 美國國防部就是之前公開了 不明飛行物體的UFO的詳細資料 哇 掀起了 簡直是整個美國的一個熱潮 哇 大家都討論啊 哇 外星人的那些什麼啊 那些墨田圈啊 全部公佈了 好厲害啊 這間曲奇餅 我想告訴你 哦哦哦哦 你知不知道 我真心讚 誰是這間曲奇餅的公關 我向你致敬 人生抽水 抽得你這麼盡 抽得你這麼威 第一次 這個真的抽得很盡啊 哇 這一下還要抽得漂亮啊 嗯 漂亮抽啊 漂亮抽 是 真是漂亮 好了 就是這些墨田圈啊 這樣 它最近呢 它又公佈了 在墨田圈裏面 墨田圈的照片就是真的 OK 就是 是美國國防部公佈那張墨田圈的照片 是真的 我首先就給了這張照片給你看 這張就是公佈那張照片來的 就是說有外星人來到的一個軌跡 哦 這個是官方的 這個是官方的 但是它在官方的裏面 然後去到那個地方嘛 有在的嘛 這個地方 它就做了一件事 然後有些人告訴你 你要不要這麼賤啊 它說 不是賤啊 它在一個圈的裏面 你知道一個圈和一個圈中間 是會有大圈、小圈的 OK 它在那個圈和大圈中間呢 就做了一塊曲奇餅的樣子 你放大來看啊 不用放大就這樣看得到啊 它真的很像啊 簡直是那個餅那個印 它是那個餅的印花嘛 接著中間還要寫它那個餅的名字的 它真的很厲害 簡單來說 很厲害 漂亮 OK 那有些人告訴你 你只要放大看 你就拍手搶 第一 它印了那個餅 那個筷子 就寫了它O字頭那個Mario那個字在那裡 其實這個麥團圈是我弄出來的 這個感覺 它不是啊 這樣不是靚臭啊 接著它說 你們不要罵我們啊 我們專門相信國防部就說有UFO 我們想向UFO裏面提供 我為什麼要給它知道呢 就是說UFO可以免費 可以吃到我們Oreal的夾心餅是歡迎的禮物來的 地球有一種很棒的美食 是的 這個是你的歡迎禮物來的 所有外星人來到我們地球都可以有一批的 不是 不是一批的 永久供應啊 永久供應啊 永久供應給這個外星人吃啊 它這間曲奇餅的公司呢 它說呢 你知道這個餅乾呢 和這個人類呢 已經有109年的大家互相的維繫了 和人類已經結合在一起了 它已經 這種餅乾已經代表了人類 而我代表人類送這一份的禮物呢 給外星人呢 是表示歡迎的意思啊 嘩 辛苦了 嘩 嘩好啊 是的 我這個地球人都很好的 我把地球最棒的美食送給你外星人 歡迎你們 是不是 喂 那真是史不寶告訴你啊 它以前沒有budget 而且它以前沒有budget呢 它又不會找sponsor 如果會找sponsor的話 就可以找這間了 再拍一張ET的外星人 是的 就是來找吃餅乾 是的 吃餅乾 是的 哇 搞定了 你知不知道這間公司 它說還要出了一段片 有這個Oreo的麥田片之外 是的 就是這一顆 多謝了Kingson 馬上找到那個Oreo餅乾 很厲害啊 它說這個廣告不是給我們看的 是給外星人看的 你不要罵我 這個廣告不是給你看的 這個廣告不是打廣告來的 我是告訴那些外星人聽 有個餅乾叫Oreo 是的 你下來打了卡 是的 打了卡 我就在中間你打卡的 沒錯啦 我把我Logo告訴你 你就永久公義給你了 我就和你connect 是的 connect了 是的 我們公司有了109年 智力將地球人類結集在一起 多威風啊 它說我們這個餅乾 將人類結集在一起 它厲害的passport啊 它這個品牌 現在一直想伸延到宇宙領域 就要靠你們 將我們的Oreo餅乾 帶去宇宙啊 哇 它那個marketing team真是好得 好得啊 向它致敬 我真心想說 我想賺它一個廣告 我從來不吃甜的 還有我不吃零食的 我那次都被這個餅乾的廣告 引導我 我是開車自己去超市 買了一大包回家 真的啊 為什麼呢 很厲害 真心厲害 它還有朱古力餅來的 第一 我不吃朱古力的 是的 第二 我不吃零食的 第三 我不吃甜的 我可以告訴你那個廣告 我是不是點牛奶那個 OK 它有一個小孩子 那個小孩子不是小的 是大了一點 就是八歲左右 旁邊就有一隻金毛尋梅犬 它跟著自己打開那個餅乾 就前面有杯奶 它跟著就撕開 它首先這樣的 撕扭扭扭 撕開那個餅乾 那就有兩塊東西在那個餅乾上面 是的 然後它跟著一條小貓 就去舔那個奶 那個大野 接著它剛剛吃著這個 舔的餅乾 那隻狗的舔就來舔另一塊餅乾 那狗的樣子都覺得很好吃 這個 它就浸牛奶 浸牛奶之後吃 接著它浸牛奶之後 那隻狗就搶出來吃 兩個就搶了一塊餅乾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好吃到連隻狗都要搶 接著你就買回去奶了 是啊 他又回去慢慢吃 我是因為看完它扭那個餅乾去舔 接著浸牛奶 我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這個餅乾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個餅乾 那一次說 它的樣子好像很好吃 其實我都沒有試過 好 開車去買 我又買了這個餅乾 買了它的奶 還買了一隻狗回去 買了一隻金毛回去 一起奶 喂呀 陳思花呀 你家裡有一隻金毛 我可以借來很用 我要找一個感覺 可以買嗎 我不行 我自己不吃甜的東西 很甜的餅 是呀 那個很甜的 很甜的 我不明白 浸完奶也不行 那個吃完之後 吃了一塊之後 廣告真的騙人的 不過他騙到我了 但是他之後他出了 因為他以前只有白色的餡 他一多朱古力的味和士多啤梨味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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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有些薄一些 還有一些小粒一些 有些小粒一些 你不用吃 我那次吃完之後我已經沒有再吃了 太甜了 我知道外國的小朋友 尤其是美國 就真的很流行會沾下去那個奶 浸奶的 幫早餐嗎 當下午茶 就好像我們吃油炸鬼點豆漿一樣 醃豆漿一樣吃的 但是我香港 我見這麼多的朋友 是沒有一個醃奶的 沒有的 香港沒有的 除了那些竹星之外 哦 因為我以為是這樣吃的 那個餅乾 是 因為廣告叫你是這樣吃的 但是其實我見很多香港的朋友 如果土生土長他有吃這個 他們從來都沒有醃奶的 零食這樣吃的嘛 他們沒有早餐吃的嘛 不過以前有一件事是什麽 我們香港人的回憶 你以為只有麥田圈餅乾嗎 我想你有109年 我們都有109年 你小時候有沒有吃過那些花塔餅 有 花塔餅很好吃的 哇 有一個餅乾 有好像糞便的顏色的東西在上面 我們叫土廁餅 花塔餅和花塔餅 它那個就真的是餅乾來的 上面那個是糖來的 花塔餅就真的是杜蟲的 不是 那個都叫花塔餅的 那個都叫花塔餅的嗎 是啊 有一個塔嘛 有一個花的塔嘛 但是杜蟲那個都是叫花塔餅的 哦 那個是藥來的 所以大家不要搞亂了 我講的是餅乾的那種 一個圓形 上面有很顏色很漂亮的花 好像擠了一個粉紅色 擠了一個奶油在那裡 但是硬的 除了花塔餅其實有些人就叫做土廁餅的 但是土廁餅不是這個土廁餅是圓形的 是那個洞那個嗎 不是 那個是水泊餅 那個水泊餅 那個水泊餅 這個有些人叫做土廁餅的 哦 叫土廁餅 那個花花那些紋 有些人叫做土廁餅的 哦 但是你怎麼吃那個都有程序的 要咬了上面那個甜的才吃那個 是啊 但是我有見過朋友是吃了下面才吃甜的 哦 有兩個的 就是最早期的 這個是先虎後甜的 先虎後虎的生命 是啊 就看你喜歡哪一邊 最早期是雙重享受的 最正統的吃法就是 首先你將那顆東西咬了它 咬了甜的 在口裡面形成了一些汁液之後 就將 汁液 它就會連餅這樣吃的 但是我們有兩種就是怎麼樣呢 有些就要撕開它 儲開糖的一部份 餅的一部份 就將這些 我曾經試過和我的同學吵架 為什麼啊 我很辛苦才儲到一袋那個餅 哦 那個餅 盧包下面那把餅給你吃 所以師傅 好賤啊 其實有些糟糕就是這樣 我想我從小到大都是 我有幾次都 哎呀 我真的 我不想說很失禮 不可能出身寒微的關係 就想將好的東西放在後面吃 你喜歡鮮苦後甜 鮮苦後甜 我就喜歡吃了那些餅 就吃了那些 淡沒有味的部份 就草起一袋 偶爾拿一顆來當糖吃 是啊 是啊 我還有人呢 我曾經被一個很出名的藝人罵過的 梁師傅 你都變了明星啦 你都變了明星啦 你不要有那種窮底的表現 不是 這個是小小的經歷 令到自己這樣 就是正如我吃壽司 我都是吃了一塊飯 才吃一塊魚的 我不會整個部分的 是啊 是啊 因為我們 你是不是都是這樣 是啊 我都是我吃了一塊飯 然後才吃一塊魚 那次我就給了一個 相當之有知名度的女兒 他說 梁師傅 你都做了明星啦 戒了這些他啦 他這些是窮底行為 什麼叫窮底行為呢 我那次被他見到我一種吃 你小時候吃那些西餅 面上有奶油 底是餅來的 是啊 是啊 那我就拿著蛋糕 拿著蛋糕 比如有時候下午茶 大家請吧 我就拿起蛋糕 我就這樣喉嚨 吃了底 吃了底 蛤 我就想留在面上的奶油慢慢吃 慢慢奶 奶油慢慢吃 那他就說 你這個行為 就是窮底的行為 嘩 是啊 嘩 嘩 你可不可以說我念舊 是啊 或者說我懷舊 我知足 我感恩 我懷臉 是吧 懷臉 是吧 其實這個真的不關 不是 都關的 因為你真的想吃 如果上次你說 你那些同學那麼衰格 你最好去回家 以前我們流行的檸檬甲心餅 是 是 是 拿在裡面的那些 然後咳回文化 吃 檸檬甲心也是的 也是經典的 就是先拿在裡面的檸檬甲心 是啊 我就喜歡把它分開 但是檸檬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那些呢 是會一邊黃色 有黃色 一邊就乾淨一點的 那我會奶 即是乾淨這個呢 我會奶一點點 然後 嗯 OK 奶完了 我會放下它 然後就吃了另外一邊 那這個就乾淨它 等以後肚子餓才吃 嘩 這些真是下手 他想著沒有東西吃 找餅吃 原來你奶過了我才吃 是啊 那我見普遍 那我看後面 這些同學經過 那我看就不要吃 你要吃 好鬼碎 那這些的底生出來 是什麼 公主底 好的東西我先吃 是啊 其他呢 所有這些都是女孩子 你吃點 奶缸奶正才給你吃 不是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家裡的女人出名的胃只有這麼小 我們只可以吃很少的份量 但是我們要吃很多餐 所以如果你要我吃完整個 就是那兩塊都吃的話 就變成我吃少了 少了 是的 所以媽媽永遠都是 你吃了一些肉 飯吃不完就算了 當然她一定會選你最貴的那樣 你吃完它先 因為那個要錢 雖然飯也要大便宜一點 所以她教了一件事 形成了就是 我現在很想吃這件事 我就吃了我最想要的那件事 你知不知道 你可以看到的 可以看到的 你可以留意一下 尤其是在直播 你間不中難 你不要出聲 或者你的子女未必聽到今天的節目 你可以留意一下一個小孩子的 我到現在都戒不了一個習慣的 我真的戒不了的 原來那個人與生俱來 你是一個未與籌謀的人 還是一個先逝未來前的人 這個原來很小的時候已經養成了 這個 因為我家裡沒有教我 總之就是 我很有趣的 吃一口飯盒 我不是平時和你們吃飯 我現在減肥就不吃飯 我會吃叉雞飯 例如叉雞飯 我會看到叉雞飯裡面 最美麗的那幾塊 就是那個位置是最美麗的 我先放在一邊 我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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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所有的東西了 最後呢 我先淋 吃完之後呢 我先放最好的那個味道 放在口裡慢慢去吃 我也是的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一個問題呢 我也是的 是不是你也是的 我吃飯呢 我也是 就是一個飯盒這樣計算吧 是不是有菜 你永遠是飯幫我送的 是啊 是啊 我永遠都是我吃到最後那一口 一定是菜 我不是飯盒 我也是的 我不單止是菜 我還是全盒飯最好吃的那塊 但是就有個問題想問 如果你遇到那些壞同學 就 喂 還要吃一塊 是啊 這個是常見的問題 還有第二 其實那塊肉呢 本身你覺得它很好吃的時候 因為你最餓的時候 所以你覺得它是最美麗的 其實如果你將整個飯 你吃完之後 你等它是最後那粒來吃的話 其實你的味蕾已經是降低了 那粒不再是最好吃的那粒 但是我們這些性格 都總是留下那些最好的東西 放在最美的 這個是一個大團圓結局的心態來的 是啊 我是為了一些菜來吃這個飯盒的 我不是為了一些白飯來吃這個飯盒的 是啊 那如果你吃完菜之後 然後留下這些白飯 那你之後回去打一隻蛋 是不是炒蛋的飯呢 這個就是剛才什麼 就是阿子博講了 我們中國人很流行的什麼呢 林二汶有一首歌 將這個高潮放在中間 到最後就噗音 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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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音多一會兒 就完了 那些人覺得還沒完 他說你們 咦 還沒完 那樣就完了 嗯嗯 到底什麼事 是不是完的了 因為中國人很流行 中國人有一種做思想 很想自己的美是好的 這個是 前面辛苦不要緊 有什麼所謂 年輕嘛 熬得嘛 最重要是美好 對 正如我們這些性格 正如好像性生活一樣 你不可以只是享受過程 那個過程其實是出很多力 但最後那一刻都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最後那一刻你覺得還未完的事情 你明白嗎 那也是啊 我都叫做了 不是 還未到最後那一刻 還未有那一刻 對 對 你也要有那一刻 你告訴他 完 那一刻大家都知道完的 你要讓他知道 完 放了煙花了 放了煙花了 腳趾要 好 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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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煙花了 好 歡迎大家收聽 大家收放了 最後一個環節就是娛樂審死官 你怎樣呢 都要說一下這兩個藝人 話說這兩個藝人發生的事 就成為了這兩日中港台新聞的頭條 因為兩個在國內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第一個就是因為周星馳而在國內有知名度 OK 第二個就是因為他離開了TVB之後 就回到國內發展之後 他就很幸運 就拍了幾套很受歡迎的電視劇 就讓國內的觀眾就很留意這個人 講一個就是孟子良 哦 孟子良 孟子良 孟子良一個片段就成為了這個 中國一個熱手的片段 第二就是陳健鋒 哦 OK 我知道了 是的 那件事都 我想他沒有得避的了 就是不可以去逃避這件事 因為你看到中國的網民都 因為他有很長時間 因為他已經離開了TVB10年了 那就回去了國內拍電視劇 他的經歷人是相當好的 我沒有記錯他的名字 他的經歷人叫Ivy 是的 Ivy Ivy是誰呢 Ivy以前是周圍問過經理的 是的 因為我曾經都有想過簽給Ivy的 所以我跟Ivy是比較熟的 這幾年陳健鋒 因為由於他正式宣布退出幕前的原因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兩年前 他是跟大家說他宣布退出幕前的 原因是因為他患了遺傳性疾病 那病是跟他腦有些關係的 所以他說我暫時不能拍電視劇 我也不會在幕前演出的 我從此以為陳健鋒就開始看到他 他是報讀神學 想著向神那方面發展 可能是把自己一路讀神學 一路就這樣 想不到 兩天前出的新聞 我都呆了一跳 我也沒有想過他現在有這麼多牌子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當時就說會不會認錯人 我想收到封的記者都鐵證如山 他都用到鐵證如山四個字 話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 話說上個星期 有人潛水而語力 到最後就不治閉名 當時這個潛水而喪生的學員 他就參加了一個一對一的潛水課程 一對一的意思就是一個教練 一個學員 而那個教練 現在一直都在說 連記者都在寫那個教練就是誰呢 那個教練就是陳健鋒 就是我們以前看拍戲的陳健鋒 TVD一個小生 因為由於他沒有再拍戲 他就去做另一件事 我頭頭以為他讀神學 他後來就做了潛水教練 其實他還在讀神學的 還在讀著 就是以我所知 是 可能他這個是一個興趣 又或者可以變成一個賺食的工具 是的 他的人都比較多的興趣 是 還有他的人就無憂無慮的生活 我想說一件事 是 他其實都不用為了賺錢而工作 但是他是喜歡做事的 他喜歡 他又不是富二代 因為那十年裏面 他在國內都賺了一定數量的錢 是的 他就賺了一定數量的錢 就是 他不需要太擔心他的生活 因為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突然在我腦裏面 因為君廷這樣幫他解釋 我看到他好像沒有拍戲之後 他有見過和韓君廷吃飯的 我見過這張照片的 是啊 我們其實兩三個月前 有吃過飯的 是 他都在朋友圈子裏面 還有我和他之前拍過劇的 那由拍劇那時候認識了之後 就是在TVB一起拍劇 拍完劇之後 就認識了 大家都有連絡這樣 那前幾個 兩三個月前 我們吃過lunch的時候 那我也有follow過IG Facebook 大家都是朋友來的 我看到好像有張照片 是不是有VC在那裡的 是啊 是啊 有Hangry 有中藝奇 有Bell 其實很多人一起吃飯的 其實他一向都無憂無慮 他喜歡學些什麼他就學 但是神學就是一個他ongoing 要考試 真的要擺 有時候你約他吃飯 他會說今晚我不行 因為我明早早要交paper 所以你就這樣啊 好啊 那下一晚先 如果他想到有什麼想學 他就會去學 所以其實他都很積極的 在這方面挺積極的 OK的欣賞 就是你不要想著 可能他現在有些錢在身 那他就 我就每一天去玩還是什麼 他就不是的 他將時間 他繼續學習的 是的 用得很好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不認識他的 嗯 所以我對他這次面對這件事的態度 然後選擇逃避呢 我就不是很贊成的 嗯 我經常覺得 不如他站出來說一次 就是有就沒有 因為現在好像沒有firm 是不是真的有他去做 對 如果越傳就會越多 對他不利的新聞 那不如你出來站出來 講一次 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又或者這樣 讓一些的遊誓 一直看你 因為他在國內 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這件事 未必一定是你錯的 嗯 但是如果你不站出來講 你就會不著數 因為他一直寫你 會是偏向不好那邊 嗯 我覺得有些東西很有趣的 可能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就不選擇去逃避事件的 嗯 我就選擇面對事件的 嗯 但是就算 我都說了 就算真的那個是你 你去導師學員 如果萬一真的 那個學員 如果在那個水底裡面出了什麼的意外 那個導師一定是 他按照他自己一個的安全 比如說守則 有很多東西 是 他只要做完就可以了 嗯 那什麼叫意外 是會意料之外的事 你要解釋一次 嗯 你不要被人無限上綱 我經常說上綱 因為始終呢 你潛水都是高風險的運動 是絕對 所以其實 很高風險的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關於 他是幫事人 那如果他是的話 其實應該要講回 就是當時發生什麼事 因為其實 你這麼辛苦 考我駕駛牌 你未必是賺錢 你可能真的為興趣 但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以後那些人不敢找你 是 就是反而這樣 你潛水 你 沒有人敢找你 去教潛水的時候 那你考我駕駛牌 做什麼呢 OK 那個是你 你又要講一次 就是整件事 那個發生經過 未必一定很關你的事 是 如果那個不是你 你更加要講 是 是 對 你對不對 你更加要去 否定這件事情 澄清 好了 我不知道怎麼處理 當然了 Ivy就說了 她暫時就不會說任何事情 住的了 希望有 譬如有 最新的 因為她現在住了酒店 是的 她就搬 就被記者拍到她 搬離開了酒店 但是她非常聰明 就是我要讚一下她 你下次見到她 你叫Sammy 你要讚一下她 你說梁師傅要讚你 她那間酒店很聰明 那間酒店 是我們藝人被譽為 最容易撇掉狗仔隊的一間酒店 嗯 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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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緊張 我好像不敢說 我怕說錯話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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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真的 因為她都要面對 我想記者都會圍著她 是的 都會圍著她的 不如交代一次 甚至簡單來說 有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面對的話 去問一下人 問一下一些 知力深一點的藝人 嗯 她可能教你寫一篇的 就是公告也好 聲明也好 或者是知力深一點的傳媒人 是的 都幫到你 那如果你 因為始終 和人命有關的 如果你說再 因為我想她又不是很擔心錢的 可以叫一個律師幫她寫也可以的 嗯 寫一個叫聲明 嗯 那就起碼都要做一次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 因為我們 可能她 Semi會覺得 我都不是娛樂圈 我都脫離了 不用跟你們交代 但是不是的 但是你是一個教練 反而其實呢 我想 在場 我是唯一一個比較認識她的 是的 你跟她比較認識一些 其實我 如果在我 作為一個朋友方面 去看這件事 以我認識她來看 她應該不是特別去逃避些什麼 而其實 可能我們覺得 她離開了這一行 她應該什麼都不需要擔心 她沒有責任 什麼都沒有 其實 以我所知 就是其實 因為她在讀神學 她本身都要 對 那個Church方面 都有些 Responsibility 有個交代的 是的 所以她是不可以個人 去有些什麼去發聲的 哦 哎 我聽完這個之後 我又有另一個 哦 原來我明白了 是的 因為她在讀神學 她並吹 哦 我明白了 因為她讀神學 其實她下一步 她有可能 就是做牧師的了 所以其實你這樣的話 其實你背後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 財團在那裡 嗯 很大的一個Church的 一個System在那裡 那她未必方便 或者別人叫她 不要出聲著 就是我覺得她 應該是有一些原因 有些 有些東西是拿著她 她是不可以個人去發聲 明白 還有因為事件的嚴重性的關係 她也都可能 有很多東西她不方便 立刻去講出來 明白 啊 啊 OK 我聽完你之後 我又有另一個 當然我經常都說 每一件事 是不是事出必有因 又或者有她的內裡原因 我聽完你之後我就明白了 因為我就 因為如果宗教呢 是比較少以個人名義去發聲明的 還有很少以個人名義去 因為如果她將來要做牧師的話呢 她是以一切都要有教會名義去發的 我明白了 我現在明白了 多謝你 所以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究竟 多謝你 多謝你 是的 還有可能她有諮詢的律師 可能律師說這個 不是說話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有很多方面 她制圖著她 明白 所以以我所知 她的人 她應該 不會逃避的 是 她不會去逃避的 OK 好好好 反而可能她是找到一個對的時候 因為其實說真的 她現在來發聲的話 那些記者都寫了這麼多 她越描越黑的 所以我相信 我覺得就是她在找到一個對的時間 如果假設她 譬如說她陳建峰自己 未必能夠用她自己個人名義 那她可以叫她經理人 用經理人公司的名義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你見藝人到尾 自己都不發聲的了 都以經理人公司 記不記得上次有一件事都是的 經理人公司搞定了 小美 小美幫郭富城 都是小美工作室 所有的東西都是小美工作室 小美工作室 向我工作室的藝人 郭富城什麼什麼 郭富城的最近什麼 最近是這樣 她可以嘗試一下叫Ivy 但是你認識Ivy 你都知道Ivy做事都很小心的 是 是 非常小心 是的 所以我想 不是不出來 只不過不出來 住 我又認識Ivy的 Ivy是一個很小心的 她遲早一定會跟你交代一次的 你放心 我想她們會和律師 和所有的東西商量 之後就會交代 我想Ivy是很適合的人選來的 因為她湊住 Sammy都已經湊了很多年了 是啊 湊了很多年了 十幾 其實有差不多二十年了 有 超過十五年了 我知道 另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中國熱手的就是萬子糧 萬子糧就是 我有時候很有趣的 看到一些藝人 譬如有這麼多的資歷 或者去到某個年紀 有時候如果看到她太辛苦 我的心是有少少這麼多的肉赤 我自己 我自己 我整天都覺得 咦 萬子糧都應該有一個的歲數 這樣 最另一段片就是怎樣呢 就是她在國內的一些叫做夜場 那些夜場就不是我們平時唱的那些體育館 又不是那些大的場 歌舞廳 甚至夜總會都不是 就是酒吧仔 跟一些觀眾 他們很接近的那些 很接近的那些 是啊 我看一段片子有幾個保安 托著她 托著她 她跌就跌就跌 因為她踩空 有時候你看到前面有人 你就會退後 是啊 她退後 我看了幾次了 現在退後 她的腳 右腳踩空 後面沒有抬 她就要動回去前面 因為始終有個年期 就變成了承受力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敏捷 就向後跌 向後跌 她其實知道踩空就向後跌 幸好有幾個保安 就托回她的身 推回她上去再繼續唱 哇 其實真的很幸運 我不知道觀眾有沒有看過這條片 其實可以告訴你 她的台子 跟我們這張台差不多大 接著還要升高了 還要比她要再高 你想想一個上個年紀的人 是啊 你站在上面有限的地方唱歌 還要有動作 還要這麼高 其實她是很恐怖的 是啊 而且她本身她都幾滑 她都高的 她都高大的 她都高大的 那就變成了 看到是略略有些唏噓的 但是就是萬子良 始終都是我們 我想我們在座三個 都是小時候看電視看大的 我真的看到她的 我真的看到她的 都是看大的 劉文大亨那些 是啊 再之前那些還有 以前是真的跟媽媽去等著 餅帶 因為在外國那裡看 所以要等帶 是 我就只是 其實我不認識她 我不應該這麼說 我當然知道她是萬子良 但是我本身沒有跟她合作過 合作過一次 我就覺得萬子哥 應該用歌 應該用馬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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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形容她是一個比較豪氣的人 是的 講話是比較粗豪的、大聲的 那一次我好像2005年 我記得差不多了 應該翻查一下是對的 2005年 那一年我跟朱衛山 跟陳啟泰做台慶的司儀 他就是來台慶賀的嘉賓 你知道亞視都會聘請一些藝人來 是的 還有那一年就是在九展 他是以吃飯的形式 就是全晚都是有東西想吃 就是有台演 下面就有一台台的飯局 是的 飯局這樣的 然後萬子哥 跟了一幫國內 我就這樣看 就是國內的大老闆 就是他自己是一張台的 那一晚他很豪氣的 比如我們做一下 就是台上的表演 在做所有的東西 他就要上來唱一首歌 這樣 哇 好像去了野場一樣 是的 我可以 但是ATV可以 ATV可以 ATV可以 不用跟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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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唱 我可以唱 萬子哥說要唱 可以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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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節目來的 電視節目來的 很重要的 萬子哥就說要唱一首歌 我竟然這麼難得來到賀里亞時 我要唱一首歌 這樣 是很豪氣的 說上台就上台 說唱歌就唱歌的 這樣 是啊 很棒的 其實萬子哥 你覺得他人真的很豪爽 還有很有大哥的風格 是 是 我們叫做 很上一代那種 大哥風範 就是 是 樣樣都 行行行 有我萬子留在那裡 行行行行行 那些是OK的 TVB不要碰你我碰你 那些 就是跟乾仔林敬江說 很喜歡他這句 這句 TVB不碰你我碰你 這樣 然後他就再 後來為什麼會 國內那麼多人留意萬子良呢 就是說 用周星馳來 就是 什麼的 就是 是 就是 就是當年 萬子良都覺得 好的 星爺 應該這麼說 星爺 就是 就是 一套戲 如無意外 如果當年的話 應該星爺的知名度 是不夠萬子良高的 是 萬子良是主角來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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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子良應該是主角來的 他那時候都蜂魔很多家庭主婦的心 是 是 萬子良 萬子良 我最記得有一次不知道 我媽那些Auntie 是 打牌那些Auntie 啊 萬子良 是這樣的 我很喜歡萬子良 我很喜歡萬子良 那句話 拍戲的一件事當然是真做的 嘩 是 所以這麼多年都不拍三部片 為什麼 他有拍有一套 他有拍過 是嗎 很厲害的 趙氏年代的 大家看一下 他是整部都真做的 嘩 真的啊 那個名叫唐朝豪放女 唐朝豪放女 是啊 有沒有看啊 紫哥爸爸 如果我沒有記錯一下 這部戲應該是 萬子良加夏文直 哇 是啊 夏文直啊 夏文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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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唐朝豪放女 是性愛溝片來的 哦 那萬子哥真是真做啊 那我不敢說 哈哈 這個可圈 萬子良 這句真做不是跟 夏文直說的 他跟鄭玉琳說 哈哈 他真的跟鄭玉琳說的 哦 他說當年 他們拍不是劉文大亨啊 就是劉文大亨 啊 對 那滴眼淚嘛 他很厲害 OK 婚紗背後嘛 是 他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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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w 都怕了萬子良的 他說有一場戲 說萬子良要 就在那裡 就是掌 sunlight 那你把這場戲 你怎樣 當然可以再 Rosa 都還是謝謝 吹 erfolg 一兩日 嚇了 Fut α aho 舀了兩日 他說萬子良出手會打死呢 嘩 嘩 你想想他這麼高大哦 他說萬子良出手會打死 警署 他收不到 手紛紛蓋你也收不到 你會覺得好像大傻哥吧 因為他都不會 大傻哥投入未去到萬子哥這麼厲害 萬子哥投入也很恐怖 真的不是開玩笑 好像有一期講過 他是太過投入 是啊 他很投入 而且他叫做拍戲蓋這一巴巴 你有機會有後遺症 有後遺症那個就是黃書琪 就是被萬子蓋了一巴巴就有後遺症 誰啊 黃書琪 黃書琪 是呀 被萬子哥蓋了一巴巴 接著一後遺症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我只是知道 書琪好像中風 不是 他是拍一部電視電影 就被萬子蓋了一巴巴之後 神經線受損了 那你就知道那巴巴有多大力 好大力啊 真的 他的臉現在這樣 神經線受損了一巴巴 是啊 神經線受損了 噢 靠你這樣 拍到電視劇 電影 電視劇 萬子娘講的嘛 當然是真做啦 這句話我們電視台經常都講的 那萬子哥有沒有負責任啊 對黃書琪 有 他有的 他有幾個的 有幾個聽到萬子娘有點害怕的 不是啊 就是 你問黃書琪 他現在害怕的 不是啊 那他有沒有賠償給黃書琪 不是工商啊 是啊 噢 厲害了 大一輩子 一個是黃書琪 OK 我以為他是什麼 一個是鄭玉琳 嘩 她害怕了幾天啊 她說萬子娘說她是珍重 嚇了她幾天啊 但是戴都姐那個是黃書琪之後 是啊 哇 難怪她害怕兩天啊 哇 哇 很棒啊 那一場戲 哇 萬子娘說 So what 是啊 那個對白告訴大家 現在大家記得 你知不知道另外還有一個很害怕萬子娘的 你猜都猜不到的 哪個 是不是好像劉文大亨的裡面 是啊 那個就是吳啟華 哦 他說萬子娘是可以在廣東道衝過去 一手扯起垃圾棚 扔它 但是他的力大都是可以把整個街上那些 垃圾棚橙色那些 很棒的 劇口幕就是講吳啟華在大廈出來 萬子娘就找他尋仇 然後有很多人攔著萬子哥的 萬子哥衝不上去就撿個垃圾棚 直接扔過去 很棒的 那個幕 我想問一下那個垃圾棚是戲劇裡面已經預定 不是啊 真的抓那些這麼重的那些 他說他的力大是那種盲的 就是連那些人都按他不住的 那些盲力 他說吳啟華說 看到那個垃圾棚飛來 就憑心想他會死的 很棒的那一幕 你明白嗎 他從來告訴你 你看電視車到從來沒看過這些畫面的 看劇 我心想瘋了嗎 他扔到他 是啊 他真的很棒 很入戲 萬子娘從來都有句話的 拍戲 當然是真做 希望在這裡抓萬子哥身體健康 希望快點看一看 希望那次登台那段片段就沒事了 也希望陳建峰早日出來澄清這件事 讓自己可以得到一個公平一點的談論 我應該這麼說 公平一點的談論 站在中間看那件事 公平談論是很重要的 網絡大眾接近尾聲了 約定大家下個星期一 等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